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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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轻疑的人都已失败告终 黄马的转会已经颇受坊间一眼内的质疑和批评 迈克马纳曼就表示 走了飞罗之后 黄马与巴萨的差距越来越大 巴萨先放在一边 今天凌晨与马进的对决 就已经显示出摔落迹象 欧超杯霸主 两次在欧冠决赛 战胜马进的黄马这一次败下阵来 加十赛两球被击垮 黄马曾在马进身上 施加的痛楚如今自己也体会了一把 因此 满然补充 已经成为当下之急 事实上 追求埃里克森是长期打算 世界杯前就有过传闻 即便莫德里奇不闹状会 32岁的高龄 也已经让黄马早就意识到了是时候更新化大 26岁的埃里克森正是完美的替代 丹麦国奖上赛气 打出是四进球加是助攻的两双数据 招式其在前场的全面属性 而在丹麦国家队 一人带领球队杀入16强 更是可以展现其独单一面的能力 若加盲黄马 让本泽马 贝尔等人更加如鱼得水 想必不是什么男士 黄马对于埃里克森的追逐极有可能成型 具体有两点原因 其一 埃里克森目前与热刺的合同只有两年 黄马给热刺送上两亿的报价 对热刺而又可以说极具诱惑 如果热刺再拖一年 那埃里克森的价值币 定缩水 转会铭记迪马基奥 表示这笔交易悬在空中 暗示有可能成交 其二 黄马主席佩雷斯和热刺主席列维斯交渗 当时 其达内卸任之时 黄马有意联系波切蒂洛指教 但老佛也给了略为面子 后者他留在热刺 而对于埃里克森 因媒体解读 该是略为团人情的时候了 当然 黄马还面对着来自巴黎圣治尔曼的竞争 今年 巴黎之下格外宁静 留住内玛尔已经成功了大半 还有恩坤库 恩索基 达巴等星星的崛起 但这并不意味着巴黎就此收手 帕斯托雷转会罗马 拉比奥特也极有可能离去 巴黎的中场人员也需要补充 同样是来自英媒的消息 巴黎准备一亿英镑的包架给予埃里克森 显然 黄马的包架要比巴黎高出很多 但是巴黎抬价的能力可不能小事 如果再处理叫拉比奥特 巴黎可以彻底摆脱FSP公平财政法案的束缚 完全有能力和黄马刚一刚 下期 加油